天氣方面的消息 受到熱對流作用的影響 臺北在午後下起的局部短暫雷震雨 而未來受到低壓帶的影響 全臺天氣都是比較不穩定的 預估雨淡來襲 影響到下週 尤其南部地區降雨時間長 容易有大雨 甚至是局部性好雨發生 都要多加留意 今晚目前太平洋上有三個颱風共存 但是評估之後 都對臺灣的天氣影響不大 突然震雨雷聲 緊隨碰陀大雨 受到熱對流作用 臺北午後無預警下起 局部短暫雷震雨 瞬間大雨影響行車視線 更讓機車騎士措手不及凌晨落湯機 面對西北太平洋擾動發展活躍 各地水氣增多 甚至降雨將一路下到下禮拜 週四至週六 整個中南部迎風面降雨 時間會拉長 雨勢也會變得比較明顯 現在週日是下週二這段時間 整個新南風的影響 帶來的降雨又變得更明顯 也會有些短延時的強降雨出現 整個降雨時常也會拉長 可能不只在清晨至上午 一整天都是有機會的 太開衛星雲圖目前太平洋地區除了原先的瑪利亞 以簡陸為熱帶性低氣壓 其餘還有三個颱風 安比和山神 即13號下午2點發展成台的 今年第8號颱風悟空 提醒旅日民眾首當其衝 但對臺灣影響有限 就是未來這個安比颱風 預估是在週五左右 會影響到日本的關東地區 屆時它強度也可能會是中度颱風 那不過對於臺灣附近來講呢 就還是在大地下帶裡面 它主要是受若西南風的影響 環境比較不穩定 但是不會受到這些熱帶系統的影響 後來之前的降雨機率增 強度介於大雨至豪雨之間 高溫約在32到35度 這項增加透過資料趨勢分析 預估9月起至10月 環境才有利 臺灣新陳恩 謝謝我黃這位 舒適華 請不到 謝謝 id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